請教一下指揮官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今天已經通過緊急授權 AZ疫苗抵台後最快預估是幾天內可以施打 有關AZ疫苗 食藥署這邊已經完成了緊急授權 這個授權完成之後 那未來如果今天是完成了三個場 一個是德國、韓國跟義大利這三個場 那如果說未來這三個場有任何一個疫苗運到臺灣之後 那如果他的有隨附這個所謂的檢驗的報告的話 那目前食藥署是應該會在七天之內就會審查完畢 審查跟檢驗風險完畢 但是如果他這個進來的這個疫苗 並沒有負合格的這個檢驗的文件的話 那可能食藥署這邊他還會需要做一些審查跟檢驗 那就可能要拖到四十天 那這是目前的狀況 兩個其實大家可能說明一下 不管是藥物或是疫苗 基本上他第一關裡面就是說這個藥物能不能用 會不會經過FDA的一個 就是同意他來用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會就是說 那生產的廠是符合我們的要求 就是第二關 然後第三關是每一批 每一批他的一個質量到底對不對 這是第三關 這有這樣三關 那第一關裡面 就是整體的AZ的本身的這樣的疫苗的使用 那我們是已經同意了 那今天講的是第二批有關他進口的藥廠 我們准了他幾個藥廠 就是韓國、義大利 那還有德國 然後進來之後 還有最後他要減附相關的一些書面的資料 對於該批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書審的方式來做 那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自己要檢驗 那時間就會比較長 散 mac 餅 勞 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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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